小婴儿白白胖胖 脸颊肉嘟嘟 粉嫩超可爱 躺在婴儿车里头不哭也不闹 让人越看越心疼 因为一个多月前 他竟然被丢弃在路边 路边长满杂草 丢弃一旁的白色塑胶带 特别显眼 小男婴装在塑胶带里 只露出白嫩小手 身上套着白色熊熊外套 还有几条毛巾 一旁还放了几片尿布 被丢弃在阴暗路边 幸好被民众发现 婴儿的哭声 所以才去查看 然后赶快报警 事发就在上个月2号晚上9点半 仪器小婴儿的地点 就在屏东县新园香龙舟一路 靠近双园大桥下 遭遗弃的男婴重2700公克 被发现的时候还没有满月 旗带还没有完全脱落 身上没有胎记 也没有明显外伤 生命迹象稳定疑似式 自行减断旗带 我们现在就是 透过媒体来协讯 他的亲生的一个父母亲 这样的一个行为 其实对婴儿非常的危险 如果孩子发生意外 这是会犯人刑法上面的 一个遗弃罪 目前小男婴已经送到 寄养中心安置 今天父母到底是谁 很心情的又是谁 社会处呼吁家属 以及知情人士能 尽快出面 记得张叔黄马家鱼屏东报道